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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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听过 李宗盛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出新歌了呀 感觉好久没有坐到这个位置上了 哇 完全记不得这首歌是怎么唱的了 但它声音真的好好听啊 就很有故事感的声音 而且不是那种延价的故事感 而且不是那种廉价的故事感 所以听得到的世界混乱的世界 是吧 是他这个专辑的声音小吧 有动线不同的情绪 当爱情只剩嘴巴 少了耳朵就变得你 就相信你该喝的 当感应在你我之前 不再了都该怎么说 没事不代表活着 当爱情只剩嘴巴 他这个伴奏怎么 我看一下这有个谁写的啊 姚若龙 下一首下一首感觉要死了 还要熟还要熟还要熟 这首吧 茶叶月色好喝吗好喝哎 哎我觉得还是挺好喝的 还是跟其他的那个 那个奶茶有点不一样的 她可能就是更清爽一点 然后她奶油也很好吃 奶油不腻 关键是我吃完了之后 我喝完了一杯之后 我又找黄牛买了一杯 而且我找黄牛买的时候 还被那个服务员看到了 那个那个服务员小姐姐跟我说 别找他买别找他买去长沙 我请你喝 我想的是我也没有机会去长沙了 要不我就买黄牛吧 对啊还有黄牛 吃呃好像吃喝的那个大概是 呃17块钱一杯吧 好像是啊我我也我也忘了 然后她奶油加奶油的话要加4块钱 然后黄牛卖50块钱一杯 可怕回应你的掌声 一会写的语言 敲弄着我的可悲 用最快的最少最细致的口吻 谢谢田娜西夏家送的办卡 关键是每个人就是那个号 他不是排队 不是排队去买的 他整点放号 放号这个字听起来好奇怪啊 整点的时候在那取号 嗯嗯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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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过其实也还好啦 我觉得也就排了一个多小时 就排到了 就一个多小时就吃喝到了 没有想象中那么 恐怖以为要排个两三个小时 那种才喝得到一杯茶眼月色 嗯 想一想以后还是去 长沙喝吧 不过长沙感觉除了 飞机或高铁专送有这么好 有这么可怕吗 就有听过说 深圳的那个茶盐月色开业的时候 有一个长沙的人 他买了 买了那个茶盐月色 买了100杯坐高铁去深圳 然后在那个门口卖 好像没有卖出去吧 我多买两杯 就是一天 我其实买了 虽然后来我后来我又买了一杯 但是我也没有喝完 我觉得一天喝一杯差不多了 一天喝两杯还是有点闷的 他的那个碧根果挺好吃的 我还买了 不知道他淘宝那个天猫店 有没有碧根果卖 那碧根果是就是剥好的 而且还给你敲碎了 挺好喝的 买一杯就差不多了 一杯然后加个双倍奶油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它主要是那个奶油混着 这根果吃真的挺好吃的 好久没唱歌了 好想念唱歌的时候啊 好羡慕住在长沙的朋友啊 我们直播间有长沙的谁有吗 我觉得在长沙也太好了吧 听说长沙的一条街上 可能有三四个茶叶月色的店 我觉得这个 这个老板确实 排队的时候就在想 一直在想 他真的赚了好多钱 我靠 太可怕了 就是我觉得他的好喝程度呢 是我在没有喝到他的时候 我还是会想 就是就大家觉得很好喝 所以我还是会想花时间 花精力去喝一杯 那我喝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地去喝 不过有机会去长沙的话 我还是肯定要去喝的 看哪次 我所想的机会 就是拿一次 成都到长沙的票 非常的便宜 而且长沙可能有别的想吃的 我觉得长沙 长沙的小龙家好吃吗 或者去武汉也可以喝 武汉也许有的吧 谢谢小白纸 谢谢小白纸送到 飞机一下最烂小白纸 最可爱的小白纸 谢谢你送的飞鸡 文和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吃 他们说那个老板 搞那个文和友的那个 那个地方好像花了十多亿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这也太可怕了 哎高音是长沙的吧 高音你在长沙有喝茶 燕月色吗 还说男生对奶茶 可能都不是很感兴趣 猪粥的 猪粥的 那猪粥有没有 猪粥有没有那个厂商 哎就是猪粥有没有茶叶月色呢 这其实其他的就是那个文和友里面卖的东西 其他的我都没有看 看都没有看一眼 直奔茶叶月色 唯一光顾的店 除了茶叶月色 就是那个充电宝 我发现充电宝也是越来越贵了 快赶上我的死心了 我靠 有些地方2块5半个小时 我感觉我租充电宝 这两天可能都租了好几十块 再好喝也无法理解要排那么久 对于吃货来说 排个一个多小时的队 买一杯茶叶月色 我觉得还好了 反正在哪里玩手机 不是玩手机呢 对吧 说不过是换个地方玩手机罢了 谢谢不曾是据得虚排 谢谢 可能称深圳的那个文和友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长长沙的文和友的 吃的种类多 我没有看到咱们说的那种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那个叫啥 呃小龙虾我都没看到 可能是我的心里 只有茶叶月色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 对其他的东西不屑一顾 里面也不热啊 有空调的 而且是在室内又不是在室外排 就无所谓吧 出来还是挺热的 上 深圳太热了 这个这个爆打是怎么回事 谢谢柯柯的水要送到饭卡 谢谢 但是真的我觉得炒作肯定也是有的 也有炒作就是这么一说嘛 但是它确实好喝也是真的好喝 我拍了很多我拍了很多照片 我准备过两天写一个深圳两日游的合集 本来今天想弄的太多了 里图的好难理啊 我感觉要做一个那种还是挺麻烦的 等我过两天不直播的时候弄吧 我本来想说今天就把它发出来了 谢谢维乐的课带表 谢谢课带表送的办卡啊谢谢 都是照片没有拍视频 本来我出门的时候 我还想着要拍一个视频呢 拍了拍一个vlog 然后我从出门 就是我前一天晚上还在想 我说拍一个vlog吧 后来最后全部变成了图文 全部变成了照片 想进我的群啊 我的那个呃是粉丝台进微信群 粉丝台12级可以加微信 自幽幽灵准 本来我是想住在南山的 后来还是住福田了 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离 呃 茶叶月色比较近的 但实际上没有很近了 因为我以为福 因为我印象当中 罗湖和福田不是很近吗 然后我想说住在福田的话 去罗湖也比较方便 啊结果我住的酒店 离茶叶月色有大概8公里 但是很幸运的是 我在酒店旁边发现了 往掀起半步点 太爽了 谢谢小鸡猫奶公防风的荧光吧 在叫英雄 抬头乱与伤手挥手 想听我唱乐语歌 今天准备唱一首喜帖街 啊啊啊啊啊啊 守护你一乡股又难 未来有无红楼 也不走太多 到现实不如可疼 却往前 真的是意外之喜 而且当时是这样的 我 我们三个 就是我闺蜜还有 还有那个 闺蜜她老公我们几个 去按摩完之后 就准备回酒店了走 而且走回去酒店 大概都走了 十五十分钟吧 又很黑路也挺难走的 因为那条路都在修 然后就慢慢走回去 走在路上的时候 下楼的时候我就发现 那个按摩店对面 就有一家半步店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们吃过半步店吗 他们说没吃过 我说真的很好吃 我说要不要吃啊 我说你们饿不饿呀 当时其实我也不饿 然后我问他们 你们饿吗 然后 然后她说 他们就说不饿 我说她是半步店 真的很好吃 我说吃不吃嘛 然后 他们俩也很犹豫说 到底吃不吃呢 最后 最后就一路 我在劝他们说 去吃半步店 我说真的 我说吃那个土豆丝 我说那个土豆丝 是你前所未有的 就是你从来没有吃到 超过这个味道的土豆丝 但是你依然会觉得 它很好吃 然后他们俩就说 哎呀太累了 不去 然后就说回家点 回酒店点外卖吧 然后一看外卖 就走到酒店楼下了 发现外卖 12点钟之前就截止了 我们到酒店的时候 已经11点50了 然后 那关键是外卖 它要310 要300不对 360吧 还是多少 起送 就也就是说 你要点满300多 它才给你送 然后我说它只有三个菜好吃 就是土豆丝 脑花和腰花 然后 对很贵啊 这300多起送 谁吃啊 我说算了算了 不吃吧 我说算了不吃了 哎就忍这一顿吧 我说要不明天去中午去吃吧 然后 但是明天中午又有安排了 去吃 到深圳嘛 肯定要吃点早茶什么的 然后就 然后就算了吧 就放弃这一顿 就不吃了 本来 但是走到 那个楼下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呀 走吧 都到这里了 有机会吃 真的要吃 不吃会后悔的 我说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它就是 你 你 你不吃 你会觉得很遗憾 你吃 你会觉得 哪怕是走了这么长的路 也是无悔的 于是他们就说 那好吧 那去吃吧 如果不好吃就打你 哈哈哈哈 我说没问题 不好吃就打我 哈 结果 然后我们就又从那个酒店打车 打到 走回走不够的地方 本来说是 一下楼就看到那个vamp甸了 就说一起去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那里犹豫犹豫犹豫了 好久犹豫到酒店 都走到酒店了 然后才决定要吃 又打了车 去去伴牡蝶 这是把他们拉到 就是强行的让他们去吃伴牡蝶 哈哈 好 结果 结果吃了之后 然后就不说话了 就一直吃 埋头苦吃 我朋友埋头苦吃 一句话也不说 就吃到好吃的表现 话都不说了 本来我闺蝶说我根本就不饿 然后还硬吃了两碗饭 我也是 其实我也不饿 还硬吃了两碗饭 就是有些东西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饿的时候觉得好吃的东西 它不一定是好吃 但是如果你在不饿的时候吃的东西 好吃的 那它确实是太好吃了 知道吧 主要是半步店 成都没有 重庆也没有 就一些 南京好像有 南京有没有 上海有 宁波有 然后深圳有 就是没有那么多地方有的 而且重点是它那个一楼的桌子 本来就很 就是大概只有六张桌子 我就说啊 这个地方好小啊 只有六张桌子 而且在他们的 就是起码有一板一个那种红色的 四角的那种塑料凳 摆在他们一楼的那种 就是摆着 我说你看呢 我说我就跟我闺蜜说 我老婆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板凳 就是他们排队的板凳 结果我就以为它是刻意 我就是在想 这个商家好贼呀 刻意只弄这么一点点桌子 然后有那么多人排队 制造一个很火爆的假装 结果它的二楼是下楼 是一楼的三四五四倍大 真的太好吃了 但是很辣很辣很辣 不爱吃辣的真的别去了 对半步颠 小酒馆 关键是我发现点外卖的价格 点外卖的那个土豆丝要五十八 要五十八 但是在店里点那个土豆丝 只要二十八 三十块钱 天呐 我觉得好恐怖 还好我们去店里吃了 我觉得城都是可以开的 说实话 你们这里都叫 天启半步颠小酒馆 是啊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它有一个先启 它有个半步颠小酒馆 有个先启半步颠 好像 味道都差不多 好像是可能是两个老板 没闹好 没弹好吧 谢谢老四萌送的飞机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四萌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五十八一个外卖的土豆丝 确实挺贵了 虽然它那个土豆丝里面 有几片肉 意思意思一下 然后但是呢 但是 但是你在店里面吃二十八块钱 一份的土豆丝 而且它分量很足 很足很足 这其实也没什么呀 这也挺好的 如果 还有其他地方城市 如果没有先启半步颠的话 你可以搜一下那个马 马旺子 还是马 马五旺 马旺五 马什么旺 马旺什么 还是马什么旺什么 反正就有个马 有个旺 然后它里面的菜也和 菜品也和半步颠差不多 味道也差不多 不过我没有 就是 真实的去吃过 只是看别人说差不多 那个泰椒土豆丝真的很好吃啊 发发也很喜欢吃 关键是它真的和我们从前吃的那些什么 酸辣土豆丝 什么青椒土豆丝 什么干扁土豆丝 什么之类的土豆丝 所有任何 任何一种你曾经吃过的 如果你没有吃过泰椒土豆丝 味道都不一样 嗯 什么醋溜土豆丝 什么都都不一样这个味道 这很奇怪 但是你依然会觉得很好吃 而且是一个你 无法想象的味道 我觉得味道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需要一点 就做菜这个东西 还是需要一点人想象力的 那你要想象这个味道 混这个味道 它混出来什么样的味道 我也没有吃出它的配料啊 但是我觉得很好吃 而且我觉得很好吃了之后 我还曾经在一些 比如说下厨房这种软件上面 我还搜过泰椒土豆丝的做法 但是没有这个选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先起半步电台不够火 如果等它火了 可能会有那种 真正的那种 厨艺爱好者去把这个配料给扒出来 然后可以在家里做了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过 我沉默太沉重 别要轻如恋 在下这辈子最不爱吃的就是土豆 啊还有人不喜欢吃土豆丝 哇真的真的不懂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可能有 像蓬光罐这种奇葩 不喜欢吃草莓的 我觉得很很神奇 我觉得世界上居然还有 不爱吃草莓的人 但是世界上居然还有 不爱吃土豆的 我觉得土豆和鸡蛋 真的就是怎么做的好吃 你是不是不知道土豆 你们那边是不是把土豆叫洋芋啊 如果你喜欢吃洋芋的话 那也是 那也是喜欢吃土豆哦 有些有没有叫 土豆叫芋子的 我可以承认眼泪中 不想美 我怎么把我的喉咙都说痛了 我做的素菜不好吃 有一说一 我无法掌握好素菜的火荷 我觉得素菜很难就是做的 在我的手上啊 谢谢 firefox送的火箭 谢谢 谢谢火狐 谢谢火狐送的火箭 你欣欣 如果还有就喜欢吃土豆的 我还有 还有一个菜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是不喜欢吃土豆的 也可以吃一吃 叫那个烤薯皮 它是一个墨西哥菜吧 不知道它到底是属于什么菜系 但是我确实是在墨西哥 的那种餐厅 吃到的烤薯皮 好好吃哦 我觉得现在的炸薯条没有以前的好吃了 现在的炸薯条就觉得很 很工业化 原来以前的炸薯条虽然很工业化 但是好像它那个薯条是带有感情的 就外面是焦的 里面是嫩的还剩着油 啊就很好吃 但现在的炸薯条的妈就是焦的 然后而且是感觉是冷掉了 还砸了很多土 不 它不跟那个麦当劳勒 薯条是不一样的 它是 它上面它那个烤薯条啊 烤薯皮 它没有切掉土豆的皮 它是和那个就是跟那个土豆的皮 是一起烤的 就整个土豆切成四半 然后在上面撒上那个培根 然后芝士 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反正它要放的调料 然后一起烤 烤到之后 里面的那个土豆面面的很入味 然后外面的那一层皮就是焦香焦香的 好 这很好吃 嘿嘿 谢谢火火松的火箭 而且你这样你这样它一块就不像 像蠢子一样 它切成这么一块 然后你咬一口 然后还可以拉 就是把那个 就是拉丝拉成 但是那家墨西克餐厅我觉得就这个烤薯皮好吃 而且第一次吃的时候有违纪面 然后吃了几次之后就还好 反正就是 如果朋友不说要去吃那家餐厅的话 我现在是不会去吃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去吃那家餐厅的话 那烤薯皮是一定要点的 谢谢 祝福送的阳光飞 谢谢祝福 哦那个那个餐厅叫 比特的厨房 比特 比特 就是那个英文书上经常 出现的那个比特 比德 啊他对他他这样应该叫比德 比德的 哎是比德的厨房吗 最后一个 扁под 小 tattoos 我自以为是怎么样 大ack 往正最后一个 刚才是抽签的飞 你 mRNA 墨西哥餐廳 因为有另外一家 就是墨西哥餐廳叫做外婆的厨房 谢谢田田的报教校送了两张音乐卡 谢谢 我不觉得吗 我觉得一直挺好看 可是我去深圳一两天长了两斤 改天再给大家讲一讲吃了些什么东西 哇真的是从头吃到尾 我还把猫岛给我的 寄给我的零食有一盒 我带到飞机上吃 我准备说在飞机上吃 然后我带去了 又把那个那盒薯条 就是那盒零食 原封不动的带回来了 没有机会吃 吃太多了 狂吃不止 这就是我们的行程就是吃 然后消化 吃 然后消化 再吃 然后早上起床吃 吃完了消化 消化完了 如果没有消化完继续消化 然后又吃 好 然后回家 两天就好也愿意喵下 为了吐血你的药 两天都在吃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去玩的 我对你真的很好 夜火烧不尽的草 躲遍冰箱 太可怕了 真的 就是看不够没借口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这些餐厅确实都是重庆 成都重庆 成都重庆都没有的 比如说 半步巅 成都没有 然后桃桃居 成都也没有 还有那个长季海鲜 成都也没有 还有那个大董 成都也没有 这全都是吃的那个 成都没有的店 然后茶圆月色 成都也没有 而且这这几家店都是我 比较常吃的那种 就是我不会出错 但是确实在深圳 都能吃到 就是一线城市才有的店 大董是北京的呀 我觉得大董的烤鸭还是要 四季名符的烤鸭好吃 有没有北京的朋友 可以反对一下 是价位都差不多吗 还是 我有点忘了 我只吃过一次四季名符 是要四季名符吧 但是我吃过很多很多次大董 而且是好吃到 有一次我跟我威蜜一起去吃 大董 我们两个人吃了一丝烤鸭 而且感觉大董的那个 菜品的品控还挺好的 就是 不管在哪个店 都差不多味道的味道 我不是去到南山后海的那一家 我是去到 那这个区叫什么来着 忘了 福田吧 福田那笔 外地游客全吃全聚德 现在还吃全聚德吗 实不相瞒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全聚德 因为我知道 听起来就很贵 成都好像有一家全聚德 在春心路 累了 我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 早上起来吃了根骨头 可能跟那个童子骨上的肉 吃了一个鸡蛋 然后最后喝了一杯咖啡 再没吃 轻轻我的肠胃 太可怕了 一部怀旧的电影 失了心情 一部怀旧的电影 你的爱 还在旅行 我一定去哪里 也许遗憾和年轻 总绑在一起 哈喽哭狗 不容许一点委屈 吃的好气色就好气色好人就漂亮 所以所以还是得吃 我感觉把我的那个 我感觉把我的那个 我这样说了这么多话 我感觉把我的这种都说 都说 上火了 你陪我尽力一切 你陪我尽力一切 什么都上多有强烈 有真正在活着的感觉 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年 像梦锁了最近花的时间 短缠却永远是火焰 在情绪冰凉时暖和心田 找个歌来唱 我今天还弄了一下那个 洗贴街的歌 还没有绑弄的朋友 看一下这个音标 因为凑 这能不能看出一点什么样的规律 比如说这种打黄标的是什么意思 黄色的标记 十面埋伏啊我还没有学呢 十面埋伏 学了唱不了十面埋伏 太太那个了 太难了 我很害怕就是我标了这么多音标 然后但是学起来 但唱起来还是不 还是不 那个 还是不标准 十面埋伏 我起码有 我感觉这首歌我十年没有听录了 我昨天还去玩了一下射箭 就是那个 不对 它是这样的 这样拉的 然后 然后要把这个放到这里 然后对 后一我来为春落瓶 仍然我来擦惊 环仍然在各自宇宙 错过了春天 射箭啊 就是那种 就是这样 只要用这个拉的那个功 还可以 我觉得那家 我之前也在深圳去玩过射箭 但是就在商场 好像是海岸城里面的一个商场 我就觉得我 我上一次去玩的时候 我就对射箭 没什么好感 因为我觉得那个人 他教的也不是很仔细 然后这一次去的那种 感觉是那种设计俱乐部的人 特别就是去的地方 然后他很专业 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 全都是那种很酷的 背着手的在那站着的教练 但是好重啊好重啊 那个键好重啊 不赖 我现在手都是酸的 哇谢谢本节名送到幸福去啊 谢谢 谢谢臭宝的本节名 这种 有芯的 我不知道是多少人帮的工 但是我问了那位教练 我说没有就只有这样 可能是因为太简陋了 所以设备也比较简陋 而且走来就让我设十米的道 因为他们那边最短的六米的道 是在维修 所以就不让用 就走来就设十米了 我发现 那个力气是不是不是由我 人的力气决定的 因为我把每一根键都设得好深啊 就是狠狠地定在了那个堂上 拔都拔不出来 啊 听不到吗 看得到 还好我昨天戴了影线眼镜 你们的两个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吗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手放在这里 我用左眼看 这个右这个手它就是有点偏偏右的 然后我用右眼看它就是偏左的 就是两个眼睛看的时候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用左眼看它刚好可以遮住 遮住这个 比如说我这样 它刚好可以遮住陈奕迅的脸 真的不一样吗 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呢 所以合起来才是3D的 哦是这样啊 我看我以为是因为我是弱势 所以才会这样 哦 所有的感 原来每个人都这样吗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以为是因为我是弱势的原因 我是弱势不是弱智 就是我是这个眼睛是远势的 然后这个眼睛是近视的 然后在医学的称呼上它叫做弱势 初中老师可能说过吧 但没有认真再听 我一直以为我是是我的问题 我还问了那个射箭的那个师傅 那个那个教练 我说我两个眼睛看到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他说那你就用右眼看吧 因为他并没有回答我说 它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他已经习惯了 肯定有很多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 太好笑了 嗯 那为什么用右眼 就是为什么射箭的时候要用右眼瞄呢 为什么不能用左眼瞄呢 难道左眼就瞄不准吗 他射箭的时候还要做 我好痛苦啊 要一边拉弓一边这 这还要瞄 太难了 等一下我的空调是不是没有开上 我会热的 空烤等我一下 刚刚说我的话太多了 我手拉弓就用左眼瞄 哦 乱总乱总 还是你们懂得多啊 哎 素质教育 那个义务教育在你们身上没有把一费啊 你懂得可真多呢 充个垫 啊 唱首歌 好色好色好色 唱首歌凉快一下 我现在学了一首新歌 不敢唱一会儿晚点再唱了 紧张 要不要唱一首《烟火里的尘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紧跟着点 看一下 还有什么歌呀 我看一下黄炽宇有还会什么歌 我发现我一首她的歌都不会唱 但她翻唱的歌我倒是挺 倒是挺对的 既然没有这首歌那我就唱一首画吧 也一样也是可以紧跟热点的 我爱你不只是 永远心动 我无数次奉劝自己想奴隘地放纵 爱一个人是天上地球的相拥 爱情就像蓝蓝天长 一片留白的你陪我想象 白马突然不再抽象 青蛙终于遇见喂姑娘 就算路还漫长 我却有一种预感 我相信这灵感 我把你画成花 为开的一朵花 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 每当我不在 请记得你的爱 住在同一天空只剩遥远的灌溉 等待秋不去传来 等待下一次花开 再继续的未来 生活就像茫茫海上一只小船勇敢乘风破浪 而你就像不远前方默默张开双手的傍晚 就算路还漫长 就算路还漫长 我却有一种预感 我相信这灵感 我把你画成花 为开的一朵花 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 每当我不在 请记得我的爱 住在同一天空只剩遥远的灌溉 等待旧剩遥远的灌溉 等待旧剧传来 等待下一次花开 等待下一次花开 就在咫尺的未来 等待旧剧传来 等待旧剧传来 等待下一次花开 等待下一次花开 就在咫尺的未来 快乐原来如此简单 你在身旁就是我的天堂 在咫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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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放手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在咫尺的未来 想凑好呀 雷猴呀 雷猴呀 雷猴啊 嗯嗯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偶然掉入谁的胸怀 多长从此不再离开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 偶然成了谁的最爱 多想相信永恒存在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 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 在这茫茫人海里 我不要变得透明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若果在这茫茫人海 若你是我病人的存在 多想从此不再离开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 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 在这茫茫人海里 我不要变得透明 若果在这茫茫人海里 若时间注定要让你离开 我又该怎么是会不依赖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 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 在这茫茫人海里 我不要变得透明 我这里好酸哪我这个地方酸酸的 我现在学了周吉乐的他的睫毛 但是我先穿一首倒箱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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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 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人都这么的脆弱堕落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为生命再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转息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所驾驶 为的城堡随着到山河 河流继续奔跑为微笑 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 向前的歌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 就像我说的 追不到那么深患的梦不久的了 我自己的人生鲜眼上色 这些白白涂上喜欢的颜色 小一个吧 工程名叫不是目的 让自己快乐快乐 这才叫做意义 童年的纸飞机 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所有的那快乐 睡觉在天里 却轻轻吹到累了 当家爱睡过 被蜜蜂给顶到拍了 谁在偷笑呢 我靠着豆草人 吹着风唱着歌 睡着了 哦哦 无论街角在窗面中更清脆 哦哦 阳光色在路上就不怕心碎 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岛山河流继续奔跑 微微笑小时候到梦我知道 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 想见的歌要永远的依靠 回家宝回到最初的美好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岛山河流继续奔跑 微微笑小时候到梦我知道 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 升级的歌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我来试一下他的睫毛呢 嘿嘿嘿嘿 他的睫毛 挖的嘴角 啊啊啊啊 亲爱的 했습니다 要是RAP的部分我感觉我有点 紧张 这个大头上脸半卡姐 鸡肉糊涂半卡姐 我拿有痘啊 啊这么明显吗 确实我长了一颗痘 亲爱的总有些事没办法叫 不要错听到感觉有一点早 来的不走会让人很感冒 以上这道理我全都了 我将不该犯的错都没被好 仔细观察他的喜好 而我紧绷的外表 上相机后的发跳 等他的答案揭晓 他的睫毛 弯的嘴角 无语情的对我笑傲 没有预兆 疏忽预料 竟然先对我示好 他的睫毛 弯的嘴角 用眼神对我拍照 我戒不了他的微笑 洋溢幸福的味道 有些事没办法叫 要错听的感觉有一点早 来的不走会让人很感冒 以上这道理我都了 来来的发着无法拿笔来吵 也没有鬼都可以去瞧 被动的缘分很不可靠 喜欢的对象要自己挑 他分难 亲手的外表 像是多值得水蜜桃谁都想要 他最善良力的唇膏 有一股自信的骄傲 我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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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睫毛 幻的嘴角 无意境的对我笑 没有遇到 出乎意料 竟然先对我嗜好 他的睫毛 幻的嘴角 用眼神对我拍照 我戒不到 他的微笑 洋溢幸福的味道 他的睫毛 幻的嘴角 无意境对我笑 没有遇到 出乎意料 竟然先对我嗜好 他的睫毛 幻的嘴角 用眼神对我拍照 我戒不到 他的微笑 洋溢幸福的味道 怎么样 可以吧 这还没翻车啊 我觉得我从一开始 就没找到调 他的睫毛 幻的嘴角 他的睫毛 弯在嘴角 无意境的对我笑 亲爱的 总有些事没办法叫 表情的感觉有一点早 来着不走会让人很感冒 以上的道理我全都了 我将不该犯的错都莫配好 自习惯在他的喜好 而我经过那外表 像上今后的发球 让他的答案绝续 没听过原唱 好吧 还好 还好没有听过原唱 一路向北啊 来试一下吧 好久没有唱过 其实我觉得 周志伦的歌真的好难唱啊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调调 这是我的歌 哈哈哈 好瘦呀 我都开始流汗了 最烂的小白纸 最烂的小白纸 我觉得我真的有点大舌头 现在 谢谢小白纸 送到飞机 谢谢 谢谢 在车窗外面徘徊 是我错失的机会 你站的方位跟我中间隔车里 接近一直在后退 你的崩溃在窗外淋碎 我一路想被离开有你的季节 你说你好累 已无法再上睡 风在山路吹 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 细手惭愧多少你机会 要不要这样的调啊 我觉得这个调会不会太高了 呃呃 sorry 不好意思 女孩 何时经历的世界 越来越远的道别 你纏身相悲 侧脸还是很美 我用眼光去追 竟听见你的泪 在车窗外面徘徊 是我错失的机会 你站的方位 跟我中间隔着泪 接近一直在后退 你的崩溃在窗外零碎 我一路伤悲 离开有你的季节 你说你好累 已无法再爱上谁 风在山路吹 过往的画面 全都是我不对 悉数惭愧 我想你几回 我一路伤悲 离开有你的季节 方向盘周围 回转着我的后悔 我加速超越 却摔不掉 紧紧跟随的伤悲 悉数惭愧 我伤你几回 停止了就让错 沉醉 谢谢听你唱的无语紫松的星光水母啊谢谢 谢谢 温氏在骂我吗 希望你骂得大 谢谢 帮助上送了四十个小小学徒 谢谢 花海啊 看到刚刚有个水有点没说花海 花海 我看看 怎么那么多蛤啊 我没有吃什么东西啊 真的 我今天就吃了一个骨头 一个童子骨 啃了上面的肉 吃了一个鸡蛋白 还没有吃鸡蛋黄 哎我吃鸡蛋黄了吧 我忘了 可能吃了吧 咳 months Coast 晴晨啊 所有的花开 遥远了 清晰为爱 天云啊 爱却很喜欢 那时候 我不懂这叫爱 你喜欢站在那窗台 你好久都没再来 彩色的时间染上空白 是你流的泪晕开 不要你离开 距离割不开 思念变成海 在窗外经不来 原谅说太快 爱成了阻碍 手中的风筝放太快 回不来 不要你离开 回忆划不开 欠你的宠爱 我在等待重来 天空仍灿烂 她爱着大海 情歌被打败 爱已不存在 你喜欢 我 站在那状态 你好久 都没再来 彩色的 时间人生空白 是你流的泪晕开 不要你离开 距离割不开 思念变成海 在窗外进不来 原谅说太快 爱成了阻碍 手中的风筝放太快回不来 不要你离开 回忆挖不开 欠你的宠爱 我在等待重来 天空仍灿烂 她爱着大爱 情歌被打败 爱不存在 诶 写新宝送了办卡啊 写新宝 你喜欢站在那窗台 还有要不要唱 今天学了一首新歌 给我听一听 听一下 预试一下 复习一下 说错了 我好怕翻车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原调对我来说有一点低 想生一个调 但我又怕 算了 保守 主要是 怎么说呢 其实它这个调也不低 但是如果我唱的话 我容易直接用真声唱 就没有浑身 有几个字 但没有浑身就不好听 提会着快乐在痛苦里边界的思念 做什么与你无关却有太多的关联 在晴天 在晴天 在雨天 在房间 在路边 在房间 在路边 每一个地点 都是遗憾的标签 每一个地点 都是遗憾的标签 在凌晴 在晴天 在暖昏 在暖昏 在雾间 每一个世界 我都活在了从前 我的新幻叫做世界是过往的时间 太多情节一遍又一遍在眼前 而你小心翼翼终于说出抱歉 想一切全都犯了遍 我的新幻叫做世界是过往的时间 试过境迁再多留恋都一一断线 如果没有再见 我们会不会好一点 回问这离别在终结是删除的誓言 那一些字里行间都有温暖在复写 在凌晨在昏吻在无间在晚间 每一个时间我都活在了从前 我的新幻叫做世界是过往的时间 太多情节一遍又一遍在眼前 而你小心翼翼终于说出抱歉 将一切全都犯了遍 我的新幻叫做世界是过往的时间 试过境迁再多留恋都一一断线 如果没有相见 我们会不会好一点 我的新幻叫做世界是过往的时间 太多情节一遍又一遍在眼前 太多情节一遍又一遍在眼前 而你小心翼翼终于说出抱歉 我的新幻叫做世界是过往的时间 试过境迁再多留恋的一段线 如果没有向前 我们会不会好一点 台下十年功 台下十分钟一分钟 谢谢生肖 谢谢今天的风 甚至生肖 送给了 谢谢 谢谢 我来唱一首这个 嘉宾 我那天 那天有个水友放了一个乐语版的嘉宾给我看 给我推荐了一首乐语版的 大家要不要一起看一下 可以一起看一下 然后再唱这首歌 是一个up主模仿陈奕迅的声线 唱了一个粤语版的 谢谢 生肖送的阳光飞机 谢谢 都是台下 台下十年功 台上一分钟 好 他用陈奕迅的声线唱的 哇 唱得好好听 就而且主要是 我觉得张若兰张若兰啊是这样念的吧 张若兰应该是 声音好好听啊 要不要长得好好看说错了 就是不上台 谢谢生肖送了飞机谢谢 我看一下这声音合适吗 马上得放大一点 ok 听到吗 这样是合适的 确实有点像陈奕迅年轻的时候那个声音 是 对 就没梦了 陈奕迅 哇这个P字真的好像啊 是一个up主哎 他发声方式真的很像陈奕迅 哎呦他这个眼神 为何能操了嘉宾 祝福你幸福安稳 我会用余生拥抱着遗憾 从此偷偷过年般托靠近 我泪流强忍偏在心 幻想分析你是这么吸引 来全息他跟你够合衬 好好看啊 我觉得这个女主好好好漂亮啊 老谭现在当老板了 应该不想唱歌了吧 退余了老谭 人家都当老板了 你为什么还要让人家做一个戏子呢 他尾音真的很像陈奕迅哎 你我两层憧憬故事 在动人的讽刺 死他帝我终于 在电话中将身份告知 案内叫我去参与 让我静看着你 幸运地觅到心意 如良憑做你家笨 我受同处的部分 那旧情藏于喜帖在雨震 回忆勇气我曾经多久运 与你曾长街中热闻 看这黑专家赠他的一闻 狠狠释开我心 为何伦做了嘉宾 祝福你幸福安云 我会用余生拥抱着遗憾 从此偷偷灌绵不可靠近 我泪流强隐偏在心 幻想粉纱你是这魔吸引 外传识他跟你谈 这个衬衫太出戏了吧 这个衬衫好出戏啊 全场鼓掌声音 从此跟他变成绝尘 无瑕疵射卖观察影 如何能做你家笨 根本我没这天分 这段情藏起尽 这衬衫是女主给他 这个MV里面的诗份我能演 我怕你拍起来找不到我的眼睛 但这黑专家赠他的一闻 伤口伤得更深 原来轮助了家笨 很请你幸福安云 我会用余生拥抱着遗憾 从此偷偷挂年番可靠近 这世无缘 这世无缘得必在等 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 看这个MV 我会有一种被感触到的感觉 是因为我这两个人 CP感挺长的 知道吗 这个男主跟我弟弟长得还挺像的 我弟弟还是个飞行员 不过我弟弟没他帅 他帅多了 比我弟弟 起码帅超级多 就感觉身材和脸型 眉毛比较像 单眼皮 厚嘴皮 那种 那小眼睛 确 也确实不是清洁了 是我表弟 哈哈哈哈 没事他也不看我直播 无所谓了 哼哼 反正他平时也没有对我很礼貌 重点没关系的 可以邀请他来拍那个MV的男主角 他刚好就在广汉这边 成都这边 当飞行员 而且我弟是双胞胎 一个在上海 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弟 有个弟弟 我在成都那里还有一个弟弟 这是我小姨的儿子 哼 唱首嘉宾 同一个模样差不多吧 就是但是家里人还是能看得出来区别的 可能外人会觉得差不多长得 看这个弟弟要长得秀气一点 然后哥哥要长得又比较 嗯 汉子一些 分手后第几个冬季 今天是星期季 偶尔会想起你 你突如其来的坚讯 你让我措手不及 乱住站在原地 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 我只在傻傻清醒 原来早已有人为你定错了假意 感谢你特别有心 来见证你的爱情 我时刻提醒自己 我时刻提醒自己 别逃避 拿着西铁一步一步走进 它惊醒不值得唱帝 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 我只是假笔 我放下所有回忆 来成全你的爱情 却始终不愿相信 这是命 好久不见的你有点实力 挥手还是如此客气 你 何必要在她的面前 可以 隐瞒我的世界 有 你 你 不知不知 不知不知 钟声响起 你 守候在原地 等待着她靠近 温柔的她 三夕归地 转接缓缓带起 你 你的不明真理 你的不明真理 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 我却太傻傻清醒 原来我们之间 已没有任何关系 感谢你特别邀请 来见证你的爱情 我时刻提醒自己 别逃避 别逃避 今天你装扮得更为美丽 这美丽 总拥在眼里 可惜这是你和她的婚礼 而我只是家庭 我放下所有回忆 来成全你的爱情 却始终不愿相信 这是命 说好的永远 变成了曾经 我试着重新祝福你 心愿了我不体面 没熟悉 选择适配一下些离心 有时后相聚 没有我演的那么入戏 只能看入目的剧情 感谢你特别邀请 观赏你要的爱情 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宋命 离开你的自己 离开你的自己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资格关系 毕竟忠诚之输的人是你 我只是家庭 我引进所有回忆 来庆祝你的婚礼 却始终没有勇气 祝福你 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 把自己还给我自己 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 见着你们爱情的 扎兵 感觉这个 反正每次唱这个 虽然又要唱人家歌 这歌确实挺好听的 但我觉得 就是邀请前女友 前男友 或者是前男友 参加自己婚礼的人 感觉都有什么大病 正常人是干不出这样的操作的 刚才一首姊妹篇 《特别邀请》 没想过关键时刻会想邀请你 我知道我们直接也没什么关系 那些年的小秘密 你是否还记得起 我们是如何一步步靠近 是时候 让自己不再陷入回忆 我知道 这样不是最好的决定 因为想忘的彻底 给自己一次洗滴 所以选择特别邀请你参与 感谢你的声装出席 感谢你的声装出席 只为坚持我的爱情 也许经历了这次 你就会 留下所有不甘心 没有意义 却还是坚持到现在的你 时间风很难戒地 却错过了十几 感谢你的声装出席 只为你以后一次相遇 当我们交换戒指 请问候你是怎样的心情 没有关系 至少彼此 至少彼此还拥有过曾经 辛苦你也愿意 辛苦你也愿意 答应我的特别邀请 是时候 让自己不再陷入回忆 我知道 这样不是最好的决定 因为相望的彻底 给自己一次洗滴 所以选择特别要请你参与 感谢你的声装出席 只为天真我的爱情 也许经厅 也许经历了这次 你就会 放下所有不甘心 没有意义 却还是坚持到现在的你 时间风很了戒地 却错过了十几 感谢你的声装出席 只为以后一次相遇 不愿意 当我们交换戒指 请问候 不是怎样的心情 没有关系 至少彼此 还拥有过曾经 辛苦你也愿意 辛苦你也愿意 答应我的特别要求 辛苦你也愿意 答应我的特别要求 谢谢金城墨雪送到新公卡 谢谢 唱到唱到一半发现低不下去 升了一个调 谢谢猫岛送到半卡 谢谢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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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什么时候唱 一会吧 我休息一下 或者我嗓球人类 是的 你也想要不停 我会想要不停 封面是什么样子啊 我看看啊 但我看不到耶 我怎么看封面呢 我好像不行耶 我看不到 那个花花的 我为什么要叫花花啊 搞得我好像跟他很熟一样 不是他的那个瓜是怎么了嘛 吃不了吗 不能吃吗 他还说吃了会收到律师函啊 应该不可能吧 怎么也寒不到我这来 你发我 哎 四条眉毛打哈欠的 来密西西 哦太好笑了吧 好像那个呐喊 哎呀这样吧 这什么歌啊 你离开了我都浪浪在人潮永远的 这种歌这种 这种 都是一个感觉 但是确实都还挺好听的 听点粤语的 我看我看他粉丝 有他粉丝捶那个 捶他整 哦是说他没整容 说华晨宇没有整容 然后就把黄晨宇这么2016年吧 好像是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的照片全贴出来了 就说他贴出来的意思我还以为是我一开始看到那张图的时候我以为是黑粉就是证明他整过容的那些截图 我说哇 我说原来他真的整过容 2013年啊 然后 其实我觉得他整的还挺成功的 就是说我觉得他现在还是比较要比以前长得好看很多 虽然可能说 嗯少了一点男性的那种阳刚之气 但是我觉得就是挺挺妖艳的那种男男性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我发现我看完了才发现那个文案是是他的粉丝 就是说请关注他的作品 不要天天搞这个有的没的 我们花花根本就大概就是我们花花根本就没有整容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我看一下我发过来 在我的手机里 breastfeeding baby 放大 就是 这正脸和最后一张正脸 真的确实差很多 但侧脸还好 侧脸 侧脸确实还好 就感觉它本来不是一个单凤眼 但是变成了一个 最后变成了一个单凤眼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了呢 怎么搞的呢 就挺好看的 说实话 我个人是觉得好看一些 感觉是从这两个时期 好像长得差不多 然后这个时期开始有的变化 15年的时候吧 对吧 还是眼镜的原因呢 发型 哦 消了骨 这好明显 这个 这个 但这侧面好像也没 不对 这侧面好像也还好 这一头烧到了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乱说的 但是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我觉得 哦 它是标了说130斤的人 这130斤的时候 不可能 130斤的人上镜 绝对不可能是这样 不可能啊 我觉得 真不可能 130斤 我觉得我现在 80多斤 88斤 我上镜就这样 这绝对不是130斤 我敢发誓 这不可能 130斤上镜 我跟你们说 130斤上镜 鼻子没了 眼睛也没了 哦 它是男生嘛 对不起 忽略了 但是也不至于吧 130斤 我觉得130斤 起码是陈奕迅这样的 真的 没有说陈奕迅 不好的意思 但我觉得130斤 起码是陈奕迅这样 这差很多耶 哎呀 说死了 你们说 他高 他高什么呀 高 华诚语高吗 黄正语不高啊 他黄正语最多 我觉得他身 那个身高 应该和陈奕迅差不多 说实话 谢谢 谢谢小资 谢谢小资 送了三个飞机 谢谢 先板 丢着小 热点 谢谢 谢谢小资 谢谢小资 哈哈哈 送了三个飞机 谁一米 谁一米八 华诚语一米八 这儿八斤的 谁一米八 陈奕迅也不可能一米八呀 陈奕迅也有一米八吗 我可是看过 我可是看过陈奕迅 演唱会的人 他绝对没有一米八了 我觉得我正在台下看过 我觉得他跟我差不多刚好 不是他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图也不可能是陈奕迅没有修过的图吧 这肯定是陈奕迅修过的图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刚才懂 情绪可能一米七 不对一米七五左右 我觉得差不多一米七五 但我觉得那个华诚语 华诚语吧 应该是这样念的 就是华这个字念信的 他自己玩应该是四声啊 华诚语 他 他应该我觉得是一米七二左右 因为看他玩那个上的综艺 和关小彤一起上的那个综艺啊 跟关小彤差不多高啊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也挺好看的 我觉得最后90斤 哇 化成鱼都只有90斤 天哪 压力好大呀 减肥的压力又来到了我这边 化成鱼1米72 我也没猜错嘛 就是这两张看上去 也可能是咕了牙齿 有可能哈 有可能是咕了牙齿 它之前好像有点 就是小爆牙 可能是咕了牙齿 然后咕进去了 你看 我也咕了牙齿 但是我是把牙齿咕出来了 我觉得我这个门牙太靠内了 我说我想要点爆牙的感觉 我觉得美人三分爆 所以我爆了我肯定就是美人 我就让那个牙齿给我弄爆点 那虽然爆了 但和美人也没什么关系 关掉了关掉了不要再停留太久了停留太久了万一呢万一万一万一弯 万一花成鱼 就是没事做正在刷斗鱼 结果刷到我了 我靠 直接来给我一个律师函 那不是血亏 你说我这样的话 我得赔多少钱啊 也不一定 他现在也不一定很忙 他现在就是有点像那个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疯狂的刷电脑 刷就是刷微博 刷那个豆瓣 刷所有的社交软件 看一下热度有没有降下去 看一下还有没有 哪些人还在哪些地方讨论他 知道吗 这个时候他肯定不停地在关注 微博热搜 而且不停地在那个搜索栏搜华晨宇 每一个点进去看 现在如果想给华晨宇表白的话 赶紧的 带上名字 有可能就会被他搜到 这种事情 你想嘛 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如果是你上了热搜 你睡得着吗 就是你的负面消息上了热搜 就换位思考一下 大家都是人是吧 你的负面消息 而且重点是 我们还只是一个平民 我们上了一个热搜 哪怕是负面消息 无所谓了 大不了我不上网了 但咱们这种明星 你上了负面的消息 新闻上去了 你不可能不在乎的 你就是吃着晚饭的人 我经常在微博搜我自己的名字 我看有没有骂我 开玩笑的没有 很少在那个 微博上面搜自己的名字 除非我要 我要找东西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搜啦 我直接登录我自己的账号 我就能 看到我的微博 但我经常会看我 就是 超话里面的 一些唱歌的视频 就因为我要看我 哪些 就我 没事的时候 我就打开那些视频 看一看 然后顺便批判一下自己 就是看我哪个字没唱好 然后最近我觉得 我的那个大舌头 怎么那么严重呢 我这两天看了一下 我之前唱歌的视频 我觉得为什么那么 舌头那么大呀 什么情况啊 这是 我以前唱歌好像 没有大舌头的那种感觉啊 还一小时 搜六只怎么样啊 我真的就是看我的唱歌视频了 你们没有听出来吗 反正我听的时候我却觉得很难受哎 说话习惯的问题 还是你们没有听出来 但是你们没有说 我以前是没有大舌头的 而且我感觉我也没有大舌头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发一些音的时候 特别是唱歌的时候我听的特别明显 我来我给大家放一下 来这样大家不相信 我来给大家听一听 开始收自己了 微博 你爱我爱多舌 比如说这个舌子 我就觉得我就唱的有点大舌头 你给你来爱我 有口水 是舌 是吗 是舌 就是大舌头啊 哦 咬到今天发了新的视频啊 我们来先看一下猫岛的视频 已经算了 哎算了 我这个算了是怎么回事 哎 去B站上面看吧 叭哩叭哩 往初心的橘猫 我来看一下你有没有进步啊 我来检查一下 好像那会儿好像要胖一点哦 是不是要胖一点 是看过的吗 亏亏亏 这是 会不会心情太大 10多分钟不算迟到吧 这也算 哇 这个双下巴 我现在没有双下巴了 大家看 大家看 我真的瘦了 我没有双下巴了 收到发发给我发消息 他说老陈不在怎么迟到 哈哈哈哈 昨天我还就是没有直播嘛 我就跟 我就去一哥那里 学习了一下声乐 他他主要是他跟我说 他他一着急扁桃体就会发言 小时候考试考不好 扁桃体就会发言 我就说你 小时候考不好 你还会着急啊 我只想着怎么骗我嘛 哈哈 我考 今天回去应该怎么撒谎呢 怎么改一改试卷上面的数字 我就说这又啥好急的 着急的不是成绩啊 是回去怎么跟妈交代啊 要不要把那个 18分改成78分 68分改成80分 不愧是我 然后一个就说他小时候就比较要强了 我的天呐 我要是小时候有他这悟性 而成熟 笨 小时候大概都是比谁来的倒了 为什么 小学太乖的长大普遍没出息啊 我 哎 你到底是说我没出息 还是说我长得乖啊 你要是说我长得乖呢 我确实长得乖 你要说我没出息 我怎么就没出息了 是谁啊 带着十一季牌子 然后说 做做做做主播 确实没什么大而出息 你怎么 怎么能这样说呢 每个行业都是值得尊重的 每个行业都有出色的人 或许我不是哈 但是你们不要这么以偏盖全的说 做主播就没有出息 OK 就每个行业都有做的好的 和做做做好的 或做的一般的 坏呀你们 我坏太坏了 哎呀男人怎么这么坏呢 反正就说越老越有味道的 给我疯呀 怎么做人的呀 哎这件衣服是不是真不能穿呀 怎么会显老呢 什么情况啊 我不服 不信 为黑而黑 我去选秀 我去选秀首先啊 估计就是被那个 也不也不对 我本来一开始想说 我说我去选秀的话 应该就走来就会被攻击说 啊这么大年纪来出来选秀啊 好好做你的主播不行吗 后来我想一想 应该就是 就是 由于太糊了 应该是没有人会讨论我的 我要是不装作弱一点 大家怎么对我指指点点呢 是吧 你们如何在这个直播间 找到自信呢 我要是什么都比你们玩的好的话 还不是为了考虑大家的感受 你们真的 年轻人不懂这些 我为这个直播间付出的太多了 没关系 这些都是主播应该做的 哎呀这些 委屈啊这些痛苦啊 就我主播一个人承受吧 你永远就是你以为 生活过得非常的快乐 是吧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开心 但我觉得我发 我发现我说话的时候 根本看不到我的眼睛 这么多 可见主播对你们的爱 知道吗 希望大家珍惜 怎么不露脸就好了 怎么会不露脸呢 哇我那会发指好好啊 我那会还没有染发 我还没有去瓢我的头发 啊我的发指这么多光泽 哇我现在是跟稻草似的 看直播的体验 哈哈 安我的头发 大家不就是冲着我的颜值来的吗 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谁 除了极个别天天在我那个 就是那种真是真的不把我当一个外人吗 不把我当女神吗 你们天天在直播那个 粉丝群里面搞黄色的那些 而且天天在那里讲一些男人很 龙龙的也不算龙龙吧 就是让我很很 就是像我们这种 就很想打拳的事情 这是有些朋友啊 有女朋友还要去相亲 而无论怎么样 你也不能坐出一脚脚踏两只船 骑女扰马这种事情 你做了这种事你就长多点嘛 你阴到点嘛 你爬 你拿到群里来说让大家都知道了 这不是很离谱吗 你在宣扬什么 如果我跟你们说 你们在群里面说这些 说这些事情 如果你们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一个主播在 在一个女主播 他在那个直播间说 跟大家说 那我今天啊我有男朋友 但是就是意思就是说 说到这个当时还有一个隐藏的 就是意义 就是如果一个男主播在直播间说 他有女朋友 但是他却去上相亲了 大家都会说哪一个更好 都会觉得啊 那你觉得到底跟谁在一起会比较好呢 哪一个身材好一些 哪一个条件好一些 就就目前而言两个两个人 你觉得哪一个条件符合你 根本就不会被骂的 知道吧 哎 只有女主播才会被 所以我就去 我今天又去跟别人相亲了 你们得把这个女主播 骂上热搜 我就挂了三天三夜 都还亲了 知道吗 大家会说牛逼 你看这件事情 人在群里面 说人家在群里面说了 一个人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混生气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直播间的孩子都很可爱 这种很 很 基本都女爱算了 就不要说出来 还有看到那个 哎呀 就是有一些水友啊 就是发着聊天记录啊 可能不是特别的尊重女孩子 对女孩子不是很礼貌 然后 然后发出来问我屌不屌 我屌不屌 我厉不厉害 我为你们感到很伤心啊 你们这样怎么找女朋友呀 这是 厉不厉害 屌不屌 还有一些朋友啊 就是有女孩子加了她的微信 她还要拿出来炫耀 怎么了 是平时没你爸爸 是你们 平时没有人加你微信吗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看到优秀又可爱的女孩子 你们就是喜欢打击他 就喜欢吐槽 就是觉得他不行 就喜欢PUA恶作剧 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你们这些行为 我发现我的这个东西一直在动 哎 这个这个 你要用这种行为 来引起我的注意了 我这双眼睛已经看测太多 就是 你知道吗 这是其实 事实上在我们直播间 刷个半卡 也可以引起主播的注意的 听到没有 OK 我不知道 我没有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哎呀 我想晓得了 晓得子 太介意了 修达修达修达 什么时候回来呀 怎么还不回来呀 后来我已经习惯了 哎呀我那会头发真的好好啊 天呐我不该不爱是自己的 但我过年的时候回去我妈 确实做了一件让我 很震惊的事情 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非说我是11月19号生日 我明明是12月19号生日 他就他跟我说他说我好像 他说你好像一直过错生日了 他说你身份证上的生日写错了 他说你不是12月19生的 你是11月19生的 我真的脑子到高速旋转 我说难道我不是射手座的 难道我是天蝎座的 我一直以 射手座的性格养成自己啊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又老了一个月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说我我说我是我就把我给我蒙了 他是这样说 他都还有一个 你们有看过这一段吗 本子上面全记录的是我们家的 各种人的 你怎么可能和小德同居 大家人的那个生日都在他那个本子上 你要他说 他说我年纪大了 记不住了 就是得把这些写在本子上 他说但是我觉得 他说我记得你是11月19号生日啊 你怎么会是12月19号生 我说你用你的脑壳想一讲啊 我怎么可能是11月生日的 我开始也被他说蒙了 我都还没有跟他讲逻辑 好 我就他就去把我爸叫出来 他问我爸我是什么时候生日的 我爸说是12月啊 然后我爸说肯定是12月 好 但是我妈呢 一直又觉得我爸不是很靠谱 所以他不是很相信我爸 觉得就算我爸说我是12月 那我也不一定是12月 他就跟我说 他说主要是啊 知道你什么时候生的 就是是我奶奶和我外婆嘛 他说主要是知道你什么时候生日的两个人 好盼啊那会 更老年痴呆了 他说我呢又不大记得清楚了 搞不清楚 我说拜托你是我亲妈耶 这些记得住的人应该是你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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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觉得老陈不在的时候 我准时的几率大大的提高了 对吧 是不是 主要是经常我跟老陈一起聊天啊 聊聊聊聊聊聊了很久了 聊到我们俩都忘了时间 欢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 就我跟他俩一起聊天聊着聊着 哎他就说哎你是不是要直播了 我说哎对我好像要直播了 他说没事迟到几分钟 哈哈哈哈哈 没关系 那我说哎不是啊我受脸的参数 一直都开的是一样的 所以还是能看得出来的知道吧 不会因为他我胖我就开高一点 我看见是普通很普通 我觉得很普遍啊 就前两天我们一起就就跟我朋友一起吃饭 我们吃夜宵 我横逛逛还有我闺蜜 我们三个人吃夜宵的时候 隔壁桌网恋的 就做了一个网恋奔现失败的男孩 我想起了那个男孩了 其实我们也不是想听他讲话 只是那个女生一坐下来就对着旁边的女生 就他们两个是一个失恋的男孩 然后一个安慰他的女孩 然后那个女孩还没有坐下来 他就对着那个男生说了一句 你觉得爱情的真爱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那个那句话我们也不是想听的 就是指的是那个风吹过来 就顺着那个就带着那个话 吹起到了我和彭冠冠的耳朵边边 那会我闺蜜还没到 于是我和彭冠冠相似 我现在也觉得好奇怪呀 然后竖起耳朵听 你觉得真爱的本质是什么 我的野开 他送上门的直播素材 于是我就一直在听 我就一直在听他们两个到底在说什么 大概听明白了就是那个男生啊 被丑惧了 他是网恋 跟一个女孩子网恋 也是游戏 应该也是打游戏 他说因为那个女孩子一开始跟他的就是关系很好 然后就是 每天都很甜蜜 一起玩游戏 结果第一次见面之后 女孩子性情大变 每天都想着要分手 每天都在惹他生气 然后每天都说我要去和别的小哥哥一起玩游戏 其实我现在觉得 其他小哥哥玩游戏 其实我觉得现在 都不知道这个小孩 这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一直在讲 我就一直在旁边听 我的天哪 这不就是丑剧吗 但是我发现 不是这还不明白吗 那我走 你开始没跟他见面的时候 你们俩在网络上如胶似起 后来你们俩见面之后 而且那个男生声音还挺好听的 但是我刚好跟他就是 我刚好坐他的对面 我就能看在他 本来他是背对着我坐的 但是但是坐着坐着 那个女孩子说有点冷 然后他们俩就换了一个位置 那个男生就正对着我坐 然后就 听完了他讲故事 本来如果他背对着我坐 他说话的话 其实我是不大听得清楚 而且普通话还挺标准的 真的 其实怎么说 你这样说话 你后面的人是挺听不大清楚 但是你在后面说话 你前面的那个人 肯定是听得清楚的 就感觉他是一边对着我 他虽然是对那个女生说 但是实际上我也听得到 我就听完了他整个故事 晚安 21086 晚安 六七三七三 晚安大家 晚安晓得 嘿嘿 给猫倒一个一键三连 哎在哪去了 等一下哎 等一下等一下 哎怎么怎么给呢 全一人正在看 哈哈哈哈 哎 我们不是要看我的那个新浪的那个 就是我唱歌的大舌头吗 我来看一下 如果有来生应该会比较明显吧 嘴开嘴开损油 应该也比较明显 我觉得 哎天呐我唱歌的表情是这样的吗 我想到那个哎真的是 不是 就我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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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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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噔噔噔噔呔噔噔噔噔 噔 都 h 哈哈哈 哈哈 救我一个 我没开声音我还没开我没跟着听的 我想把这个人的头给折住 人家表情实在太太不好看了 看这个是 这个是 就就很大舌头哎 看这个从前的 从字也有一点的 想笑都不够 我又痛返工 你有没有 很多东西更生只好靠你 保守指导永久 别人如何面白头 杀伤在罪大用狗我远走 只思生处到有个裂口 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发罪头 但不说过去去那人口 明天听这个音乐 我又没有 可谁也没有 一直都被敌之后 非什么大疏 为何过自己 在最后 变不动漏友 不止你是我的友 已无法梦通 好 就这样 哎呀 哎呀 这种优美的歌声 大家以后下来再听吧 我就不放给大家听了 哎 好听 好听 好听好听好听 我去上个厕所回来唱歌了 唱一首《喜贴该》 像是刚刚这种优美的歌声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可以关注赵小处的超话 OK 或者是在b站上面搜索赵小处 每天都有水友帮我录视频 我去早点跪下来 你说你不想跪去 只叫我抱着你 悠悠海风 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 我看见伤心的你 你叫我走上去 我太惹着你 何准可 Lem 咬我唱 你何朝只得轻吻你 你发现hält阳风 继续吹 不忍远舔 心里极寡望 慶 dém cafe 煩你 風繼續吹 不引願你 心裡亦有淚 不願流淚 望著你 過去多謝 泰落記憶 何況與你 一起去追 要做憂鬱苦痛細緒 有情慢點 我願記載 要強引離情侶 離許他向下水 仇想被陶醉 便令累始終要下水 我已令你快樂 你也令我痴痴醉 喜而在我心不必再問幾著水 流出眼淚每滴淚 為何如天所靠 無法水 我勸你早點跪去 你不想跪去 只叫我抱著你 悠悠開空 輕輕吹冷卻了月火堆 走走走走走 哪兒也不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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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完了完了完了 脸上好多毛毛啊 被暴富了 眼睛里面眼睛毛毛了 我的 大班 你看 眼睛里面有个猫毛 好了 出来了 等一下 他进我的 哇哦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拒绝送的飞该 谢谢 谢谢 也拒绝小宝宝 拿出我的笔记 哈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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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 這個歌詞怎麼掉那麼奇怪呢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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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在掉啊 沒找到在掉 Sorry 怎麼怎麼唱怎麼不對呢 這個調是怎麼回事 換一首換一個BGM 這個是不是有點那個伴奏啊 有點雜音啊 太高了 你 忘掉中過的花 重新的奏法 放棄你數碼 別再開 層風的起點 你正在要搬家 做得起仍應該自說 都有一波下 其實沒有一種安穩快樂 混亂也不差 就像這一區 曾經清得送 每夢的天下 等上我全街地等 偉快要全無無額 好見不會每日喪在 天體不可只往上把 愛的人 沒有一生一世嗎 但他不需要害怕 忘掉愛過的他 等錯的起鐵 更捧映著那位他 表情歡笑 照那道 從他一切美麗 九年話 面一同步 差 忘掉有過的家 小餐太沙發 書櫃 強冷風紅茶 玩輕的光景 八個字錯都幾那會嗎 等發到下一代 是嘛 曼蝶 曼蝶 再過的山 圍遍的部裡 山河雨倒下 面对这奔弃的放途 你绝定何会潇洒 改善不会盖绝漠室 重复不可欲更落下 有更全就会一生一世吗 遥借怨死又勇猛 忘掉爱过的他 当初的喜帖跟碰饮全那为他 表喜欢沙照那道唱下 一切美丽九年话 面一同步叉下 忘掉有过的家 小餐的沙发书柜靠冷风汗茶 温馨的恭敬包告 自初到期那会马 总须为时尚都别怕 请放下手令那锁时 浩漫 哇 这个猫一直咬我的酒味 狂咬 有没有稍微 那个粤语有没有稍微标准一丢丢啊 小猫家 《小猫等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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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没有 还能听得出什么歌 我谢谢你 多谢 谢谢你 谢谢你的安慰 来唱一首粗粗吻 我就没唱过 为什么我没有粗粗吻的伴奏 等我一下 我两口依我小雨点 奉生上一首粗吻 出门 怎么了怎么了小橘 想我给你开门啊 什么事啊 说 你能说出来叫我给你开门 我就给你开门 是 出门 你爱人问他会隆包开瘾 链站不为落单时拍素人 你爱怒歌起所才见闻 网络人变得比有份口感 你爱变利 再客再来 似花分现技 叫花分变体 哦哦 你再播了这专闲游戏 跟他记错 他与他再一起 你小心 一门变顶到重心 一门变高一个样 看你千古的体温 从未再变得无人 一门变高一个心 一门变差一个样 一串闻一串感 要连去他们旅行 有每一段样 仍在闻别人 有你够借人 又违顾他样 每晚特快有想一个样 在地球上 网络你的亲吻 你难关心不及作用 在地球上 为侧边吸引 你爱变利 再客再来 似花分现技 叫花分变体 哦哦 你再播了这专闲游戏 跟他记错 他与他再一起 你小心 一门变顶到重心 一门变高一个样 看你千古的体温 从未再变得无人 一门变高一个心 一门变差一个样 一闯闻感 一闯变高一个人 又连去他们旅行 你为何未曾经听 这首歌的爱情 一门变高一个人 又连去他们旅行 看他 他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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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青梅的草制内情 多等你这十年 你小心 一门变高一个人 一门变高一个人 看你千古的体温 从未再捐贴无人 一门变高一个心 一门变差一个样 一闯闻感 一闯感 一闯感 又连去他们旅行 他问他 他问他 他问他问他问他 连续远快过程 他个他 他问他 他问他问他问他 我 应该终于快过程 想过他 听过他 没应该空心非累次 诶 这小猫人呢 诶 这少猫人呢 小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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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 小猫 这是 在坐脸 我吓人啊 哈哈 他站在那个那个柜子上 好吓好吓人呐 你过来呢 小橘过来一下 过来 过来嘛 过来我就给你开门 OK 说到做到这一次 你来不来嘛 你不来你就别要出去 你来不来 什么样子 过来了 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上来 这里 上来 上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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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上下 上下 下 谢谢小仔叫巴巴送了两个半卡啊 谢谢 谢谢大盘盾送了理论晚会 谢谢 他就是可以可以可以被吃的引诱过来 哎呀上来呀 感觉 上来 上来 上来得了吗 上来起码可以给你吃一个薯片 你觉得呢 划不划算 快点 站到这里来 你不上来呀 你不上来吃不了了 那算了吧 那就这样吧 出去吧 但是他 但是他真的还挺听话的 只要有吃的 这只要 他就来了 看来要来咬我的脚了 把它放出去啊 如果是真要有数个身体 就算你不会在义上 我可以去买写的 你想装写的 就算交通 我可以去买写的 你爱了 我可以去做点 我可以去买写的 尖着你竟然 我可以去不上听话 你爱了 在买写的 我可以去买写的 一座是戀末 不过有汗又浪 放出去了 养猫费钱还是养狗费钱 我觉得看自己怎么养吧 你想费钱的养也可以费钱的养 想节约一点的养 还是可以节约一点的养啊 谢谢盔局 谢谢小龙子 送到50MVP和一个飞鸡 谢谢 那阿拉斯加那还是挺费钱的 大型狗要贵很多 因为它吃了很多 它食量很大 大型犬 我感觉 比成人的食量好像都要大一些 那我不是很熟悉啊 他们没有养过狗 扔出去散养不就是把人家饿死了吗 那也散养个屁 不过之前有那种有遇到过就是在小区里养猫的 就把家里猫太多了不想小猫在家里就把家就把小猫养在小区 然后每天定时的把猫粮拿到小区去 这是养大型犬还是最比较费 比较费钱的 然后如果想小狗的话 可能就跟小猫差不多吧 小猫其实吃的不多 但小猫比较馋 你喂他喂的多 他就长得胖一些 你喂他喂的少 他就少 他就瘦一些 小猫我看他现在有个七斤多 反正也不胖 但他怎么吃就吃不胖 不知道为啥 他吃了很多 小猫不胖啊才七斤多哎 很瘦了我觉得 很瘦了很瘦了 像山楂他跟他这么大的时候 其实小德跟小菊应该差不多大 那小菊小德有14斤 我离开上海的时候他有14斤 我不知道现在小的瘦了没有 你想一想14斤 两个小菊加起来才等于一个小的 然后 山楂也比他胖 小小小小菊的脸也不大呀 他都没有发塞了 他不算是一只好看的 工的精健层 但是他眼睛很大 就每个人都说 每个看到他的人都说 他的眼睛好大好大 所以所有我见过的猫 当中他的眼睛感觉 占了脸的 二分之一了都 很像一只猴子 而且有一个说法是 如果小猫长得很像猴子 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聪明 然后我没有觉得他很聪明 乖挺贱的有时候 比如说在睡觉的时候 早上睡觉 好喜欢蹲在我门口 非要进来 一直叫 一直叫 一直在门口叫 然后我就把 我就出去 我开始就把 我之前啊 上了他的档 我就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 他就疯狂的抓我的床 然后 把那个床下面是皮的 就把那个皮抓的稀烂 我就不想让他进来了 好 他就在外面叫 我就在 小猪 好 他就不叫了 过了一会他又叫 叫叫叫叫叫 我就小猪 啊 又可以安静10分钟 好 过了一会他 哈哈哈 拳打个顾 下注 等 你要 掩 Patreon 我半辈子 等一分青春 竟敢放弄我 ар 好多这一天 你改变了我 援薄影 黑风 我都扩 有她 oh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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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 能 代 起 你的位 oh 想当出台自卫 oh 真真宣当是爱 oh 当光影已尊世 放置他真怪 你有意外 有意乎留你从爱 藏于圣地 哈 他在说什么啊张国荣 没听到 哈 张一生青春还升下我光飞 好多这一战你改变了我 无言来奉献 有情恒令我个身有鬼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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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所以 诶 这首歌为了只有两分钟啊 One more time 一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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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学会了又 下一首下一首 你又云叠他 好了唱歌了唱歌唱唱唱点歌吧 免得新来的观众会以为我是个啥子 我还想唱陈迅这首小微talk呢 啊我没有找到女版的伴奏 只能声调但不一定声调的话能用 上次的女版不是不是伴奏哎是歌 我看一下这个声四个调 可不可以用 伤心有普遍窗 正是让这我 是出真与假 有吗有没有一点点 杂音变流声好像没有哎 明月光 我 叫我 继续 一会唱 为何 有 等待努力退出对方 大门外又四帅 为香港遇到欢歌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生收拖手起伤口堂 陪我歌,陪我歌 从我们最后开心说 谁拍歌 谁会可比得过孤独叹歌 难得可以同坐 可以要计为赤裸 如果生生争要聊和 谁拍暴露更多 你别怕我 无法光 无论什么倒汗 前人再拼手便宜 只能合脱 有沉默之间 还谈什么恋爱 宁愿在发心机 在面前笑着我 成人只记望收我 情人只听见是我 为何多不带动等努力 争死对方 同来不面对碎碎 为何也如同玩歌 沉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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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一宫都更等 自别书放 陪我歌 陪我跟从我们最后可以伸手 谁拍暴露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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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可言之难过 缺避不过 如果沉默太沉妆 必要欺欺欺 沉默之间 谁拍暴露更多 谁拍暴露更多 为什么我收我四个电话 还是很低 还是唱不下去 谢谢最烂小白纸 送到非该谢谢 谢谢 谢谢最烂小白纸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我在想今天坐不坐牢呢 我最近打游戏的时间有太晚吗 我觉得还好啊11点钟打游戏差不多吧 就是我是那种如果唱歌状态稍微好一点 我们就可以多唱一会儿 毕竟大家也是冲着我的颜值来的嘛 唱歌的时候 这摄像头放的比较大一些 有时候不知道唱什么 就是状态比较差的时候就不想唱 我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坐牢呢 你们说找小王还是找小花呀 我不知道小花今天在不在 但我也不知道小王今天在不在 我这问小王还是问小花呢 再唱两首吧刚来 我是准备再唱两首的 再唱一会儿 我现在还没有 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张小花不是一直说 我发现你们也不是很想看我一直赢啊 也只能独自沉溺思念的偏旁 永啊 我找一下永的 好羡慕广东的朋友 都不用学粤语 就其实我会唱很多很多粤语歌 但我就是发音不标准 我不想唱 打个游戏男友扎不扎呀 我问一下小王算了 小王小王坐牢吗坐牢吗 你在吗 你在吗 你好吗 说给空气听 吐蜡的心情 刻骨铭心的爱情只能消除 OK 怎么没声音啊 我不爱你啊 我和你分手啊 我不要 我和你分手啊 我不要在心情了吧 我和你分手啊 我有什么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我们大难不扯不住 你就当我发了一场梦算了 就当是一场梦算了 是这样的吧 我不是地无畏 我又不是不怕死 但是在浪漫二晚之前 如何卿要 愿我转连为你刚施平地 爱你不拥抗情理 但愿用自个不能起初转你 一生到生意的你 从来没有的理气 但愿着一转眼的伤悲 旁人从不相同 恋情理也不容 认穿情脱约伤到八个痛 愚穷醉一个梦 谁又如何激将 愿不勘我为你那么勇 愿涂红金再汗 无人可等我落 梦着是万摩千冠多自从 我无有温柔 回到有些点 偏荣 我也希望被恋爱 但只愿伴着英雄 愿意保护你 分葬你不能跟我 仍然愿意撑下去 偶然笑着为你登冰起 偶然笑着为你 旁人从不尽痛 恋情理也不容 愿全天脱又送到八个痛 愚穷醉一个梦 谁又如何激将 已不勘我为你那么勇 愿涂红红冬彩 无人可等我落 梦着是万摩千冠多自从 我无有温柔 回到有些点 偶然笑着为你 愿涂红冬彩 在善恨 就当时不得用 明明已是否可 再曾全力保重 愿涂红冬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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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轻松了五根飞机 谢谢 我能不能一个人唱一首屋顶啊 一个人唱半奏 下一个温蓝 温蓝 也没有周杰伦和温蓝的 周杰伦 那种 那就那种无中线的无栏牌 谢谢焦虑送个办卡 谢谢焦虑 晴晃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木槿 谁梦中被夹心 我还是不确定 怎么会有动人先离在对面的屋顶 我悄悄关上门 带着希望上去 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 我们有同样的默契 用天线 用天线 拍成爱你的心装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让星星点坠成最浪漫的夜晚 拥抱着时刻 这一分一秒 拥抱着时刻 全都听去 爱开始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我唱着我歌想到一首 你最珍贵的 我唱着我歌想到一首 我唱到一首 词曲 李宗盛 谁梦中被叫醒 我还是不确定 怎么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 我悄悄管什么 带着希望上去 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 我们有同样的默契 用天线拍成爱你的心装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让星星点坠成最浪漫的夜晚 拥抱着时刻 这一分一秒前都停止 爱开始纠结 爱不定唱着你的歌 拥抱着时刻 这一分一秒前都停止 爱开始纠结 梦有你而美 让我爱你是谁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是你 怎会有动人旋律 温柔在我俩的身边 让我爱你是谁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是你 原来这屋顶有美丽的邂逅 还是没有办法 你就跟着唱完了 喝口水 谢谢吉吉 唱首千年之恋 千年之恋 我那天唱的是 我问你唱不上去咋办 唱不上去就当我今天没有唱过这首歌 我感觉我的这个手真的是 四个字 白白胖胖 唱不上去咋办 唱不上去 如果你还能够唱不上去 你还能够唱不上去 哪里 就像不上去啊 你还能够唱不上去 你很快 你还没听得见 你怎么还不上去 竹林的灯火 倒过的沙漠 青涩的过渡 不断拍风中 有一种审美 灰色的沙漠 将我卷入了迷雾中 看不清的双手 一朵花传来 谁经过的温柔 穿越千年的伤痛 只为求一个结果 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 黑夜中不寂寞 穿越千年的爱囚 是你在尽头等我 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 有一生守候 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 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 有一生的温柔 穿越千年的伤痛 只为求一个结果 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 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 黑夜中不寂寞 穿越千年的伤痛 穿越千年的伤痛 只为求一个结果 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 黑夜中不寂寞 穿越千年的爱囚 是你在尽头等我 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 有一生守候 我唱一首那个 谢谢游完卖游了 送了半卡 谢谢 在头中的白云卡 找一下我的笔记本 岳阳湾 岳阳湾呢 在我的笔记本 课计的人 海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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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Zither Harp 在四路之上被遗忘 是谁的心啊 孤单的留下 她还好吗 我多想爱她 那永恒的泪凝固 那一句话 也许可能惩罚 是谁的爱啊 给泪水坚强 轻声呼唤 就让我融化 每一滴雨水烟花 剩我翅膀 向着我爱的人 追吧 梦想穿过了细雨 防寒了多少的尘 爱情像一般游戏 我会找寻的谜语 看 月牙晚霞的泪光 在四路之上被遗忘 是谁的心啊 是谁的心啊 孤单的留下 她还好吗 我多想爱她 那永恒的泪凝固 那一句话 也许可能蒸发 是谁的爱啊 比泪水坚强 轻声呼唤 就让我融化 每一滴雨水烟花 剩我翅膀 向着我爱的人 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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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的心啊 追吧 追吧 孤单的留下 她还好吗 我多想爱她 那永恒的泪凝固 那一句话 也许可能蒸发 是谁的爱啊 比泪水坚强 轻声呼唤 就让我融化 每一滴雨水烟花 剩我翅膀 想着我爱的人 追吧 啊 谢谢天津小爱爱拜拜 今天小爱老师送的溜达办卡 谢谢 对顾盘道送的办卡 啊 好高啊九哥 找一首低一点的歌唱 啊 找不到理由放弃 我等你的决心 有些爱也想抽离 只要更清晰 的最痛的剧 谢谢四国中的永恒钻戒 钻戒 是 不是钻戒 不是不是钻戒吗 是钻戒啊 我还给自己买了一个钻戒呢 都不知道怎么读 我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我的手势 在这里 它在这里 有些痛重 其实没有的时候就好想有 但是有了之后也觉得就那样 啊 啊 完了 取不出来了 为什么钻戒一定要别人买呢 自己买不也可以吗 等别人买不知道懂到什么时候去 可能我都那会我都老了 还带钻戒干嘛呀 好 放了 有时候抱怨日子是 温柔的她的是规定 有时候想不起来 存在的理由 只因为 你想一想 啊 没人给你买的时候你带了 不就更没人了 没人给我买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大的 有人的时候她不可能给我 就就买一个比我比我还小的吧 对吧 那何必呢 那是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 我们之后越走越沉默 哇 但是我觉得钻石这种就完全是智商碎呀 是吗 多大的我这个是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个是这么大的 确实我觉得还是买黄金比较合算 你学画工可以造出来钻石 哎怎么会是莫桑传呢 过分了啊 什么人哪 什么意思啊 看不起人是不是 没有一百克拉就这么 这首歌的越是带着向前 我们之后越走越寂寞 这首歌也挺可好 要学一下了 人哪 许佳莹的 唱歌了 有没有什么戒指 什么可乐 哦有一首歌我想起来了 有一首 呃梁静茹的叫做可乐戒指 啊 看一下 我不会唱 算了 不会唱不会唱 人哪 啊 啊啊 唱首慢冷吧 梁静茹 这个应该不是很高 哦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哦 不过是周春 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 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 看时光人心快跑随意就装着 慢冷的人会自我折磨 冲动的人向来停不见挽留 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理由 浪漫让你温柔 也让你却惹惹泪流 这些山峰山稳冲的飞机 谢谢 等待这个 演唱 李宗盛 更多让人面目的剧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理由 浪漫让你温柔 也让你最热人泪流 爱从不定性格不思心最痛 奈何我总是记得开始被猛烈 爱的启动 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 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 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车 慢冷的人会自我折磨 冲动的人向来停不见挽留 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理由 冷漫让你温柔 冷漫让你温柔 别让你最热人泪流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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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炕泉水 那咖啡真的是 要多难得有多难得 太难了 谢谢山峰送的飞机 谢谢最烂小白痴 送的飞机 谢谢小白痴 小白痴 最烂小白痴 谢谢任您的飞机 谢谢唐生零四二把 送的阳光飞盖 谢谢 等我休息一下 搜原唱听没什么感觉 天哪 主要是我觉得可能 其实我有时候听原唱 你有时候听歌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认真 你就放着可能在听 就是他把它做一个逼姐妹在听 但是你看一个人唱歌的时候 你是非常认真的看着他在听的 所以就是有一些滤镜加成 我上次我学了这首只要平凡的 然后我第一次唱好像把直播间的水友都唱睡着了 我感觉反正我唱完这个歌我的弹幕就安静了 虽然平时也挺安静的 但那次尤其安静 所以我再也没有唱过这首只要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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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忘记什么时候唱了 唱首是古风的吧 好久没有唱古风歌了 唱首差不多打游戏去了 11点半 唱首是古风歌的封锁 唱首只能解释 出何流萨几俱散儿也苍苍惫进边坡 算是多少谎言我这个雕好像不对 从来一遍再长一次吧 跳不对 跳 跳不对 出河留下几句三日月苍苍尽变幻 乱世多少红颜还一生长谈 谁曾去路踏破了清关 千里兵戈血染 拯救也不过是风轻凝淡 长枪策马平天下 此番诀别却为难 一生于世于世泪眼已闪燃 欲君供应这杯中冷暖 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 嘴里跳灯看见节雾岸山 摆下一句离乱出歌声四方 汉杯刺君眼间雪落宁潭霜 难舍一段过往远尽又何妨 与你昏彻之处便是苍茫 长枪策马平天下 此番诀别却为难 一生欲喜欲喜泪眼已闪然 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 西风彻夜唯一吹不断 嘴里挑灯看见切勿暖闪 待下一曲离乱出歌声四方 汉北此君眼见雪落宁寒霜 难舍一段过往远今又何妨 与你魂归之处便是苍茫 寒冰刀剑纷乱遮断了月光 江畔只剩不久余生不思量 难舍一段过往远今又何妨 与你来生空气山高水长 罪里挑灯看见 是谁也写的诗啊 我突然忘了 是哪个 好像是夜里挑灯看见吧 不是罪 哦 新七集 哦 对对对 江城子是那个吧 是罪礼 哦 是罪礼 对不起 我记错了 我觉得以前上语文课的时候 就是学这些诗完全是为了应试教育才去学这些诗 等我长大了 等我不需要再用应付考试的方式再去学这些诗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些诗 哇 真的好美啊 哇 真的好牛逼啊 哇 真的好牛逼啊 特别是当你看到非常好看的景色的时候 我只会说出一句我操 那个时候就特别 羡慕李白 真的牛逼 我还以为心气急事女诗人这个是个冷知诗啊 好吓人啊 我就说从小他不都是个男士男男士吗 咋回事呢 recession 家确逼 下习我也 男人 跌入回岸之谦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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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男人 男人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 李清照好像是宋朝了吧 我没记错的话 北宋 天呐 又到了考考验我 那个记性的时候了 吓人了 祸去病新奇迹 确实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的人的名字都取得好好听 现在我们的 那种取名的人 一般就叫什么 现在很多小孩叫什么 子寒 莫寒 这个寒那个寒的 什么男孩子就叫子寒 我的我的那个侄子就叫子寒 虽然他只有 一两岁 我说为什么要叫子寒呢 这么多叫子寒的人 我感觉他们那种 00后 他应该算是20后了吧 2020年出生的应该是 哦不对 2019年出生的 10后吧应该是 子寒 你落在了星空 而我在人海中 抬头看到的你就是我眼里的苍蟲 想念谁不住 官眠越好听 但官眠也不是我的那个名字啦 只是因为我名字里面 那个字跟那个官 小时候是古时候是一个意思 所以才叫官眠 我也不信官 我去没有 我先 秋冬 秋冬 我可以化作一颗星陪你删有 空的风 天亮的眸 不是不是那个关了 是那个书 书本的书好像是和那个 关是同音同同音的同 同意吧不是说同音 我要照铁柱 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 抬头看到的你这是我眼里的苍蟲 心疼瘦不在邪的风就让他放纵 带我所想的飞去有你的星空 你落在了星空而我有心重重 怕由宇宙无处安放的情绪你不懂 无需三秒钟的心都会消失无踪 想和你度过所有的春夏 不是是名字是取的那个诗经里面的 只是说取冠冕的时候是这样溢过来的 知道吧 这歌手名的时候是这样过来的 带我索信的围续丢你的星空 你落在了星空而我有心惆�unal goes 挨打了挨打了坐牢紧坐牢了 秋冬 赵书包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们怎么不叫缝书包呢 缝缝的那个 就是那个缝缝补补 缝书包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也行 反正我的敌人已经够多了 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跟着妈妈姓的人啊 我哥就跟我妈姓 我跟我爸姓 搞点手感啊 来个女警 好戏开场的 跟邻居姓 邻居是不是姓王啊 好戏 好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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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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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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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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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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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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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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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